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雄茄定人 我們家其實是非常窮的家庭 在我祖父的年代來到台南定居 我父親從小他就出來工作 在日居的時代他就在碼頭打工 賺點家用來補助家庭的經濟收入 大概是16歲的時候到一個廈門老師傅那邊 學做這個肉品的工藝 大概是在他當兵前開始在家裡頭自己來創業 一開始是在台南屋橋的地方 就是現在所謂的新南橋 就我們現在的那個台南的府前路 新南橋那一帶 那因為做得很有名 所以就我們台南的人都知道說 歐吉拉歐吉拉 那邊有一個年輕人做的香腸肉鬆肉乾 非常的好吃 那就這樣子闖出了名號 我事實上是在這邊出生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一張我媽媽抱著我一歲的照片 就在這邊拍攝的 那所以其實我從小就 也就跟著在家裡頭的這個所謂的事業 我們這個我們的家庭的這個事業 那就從旁邊玩然後邊學習 那所以跟公司的感情 還有也親眼看到我的父母很辛勤的工作 為了家庭為了我們家的生活改善很努力的付出 台灣香腸是不只是香腸 而是它事實上也是代表台灣特殊的區域性的飲食文化 台灣的傳統美食 在後來超市進來之後 在流通大量的這個競爭之後 逐漸的有一些口味上還有製法上的一些調整 那多多少少都失去了原本的味道 那還好我們公司是因為牌子老 那我父親又是這個以技術專業來創業的 所以我們一直堅持的就是我們的製法 那我們對傳統的產品的定義 比如說我們的香腸 黑小白的香腸是絕對不添加任何的澱粉 或者是植物性蛋白 那我們也不加色素 完完全全百分之百都是新鮮的原料 我們在民國76年 我們也是可以說是頭一批加入農委會CS認證的肉品加工廠 那黑小白也因為有著這個大量的投資現代化的自動化設備 所以我們的產能我們的工序的標準化 才能夠符合品質的要求 黑小白已經跟著超市量販 生鮮超市量販的普及化 已經行銷到全台灣各地了 那黑小白也在七年八年前創設的德裔廚房 這個歐式的品牌 現在也看到外食產業的發展 也看到整個休閒氣氛的這個蓬勃的發展 那所以黑小白又創設的長長抱抱這個台灣素食 這個品牌 我們也希望能夠順應這個潮流 能夠將台灣的傳統的美食能夠推廣到海外去 觀光工廠在線台灣讚 Ruiz 到這邊 壓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